勾到最后两针 第六圈勾完 勾完了之后 然后还是同样的 跟第一针进行 第六圈就不需要引拔了 第六圈 然后我们就整个面部就勾完 勾完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拉长一点 稍稍留长一点 因为这个要到时候 就是所有的整体配件 跟这个面部缝好之后 要缝到这个主体上面 所以把它稍稍拉长一点点 拉长之后 然后直接从对折的地方拿剪刀 把它剪掉 然后这个多处的线把它抽出 抽出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留了一根线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口子 我们怎么来把它进行 就是把它连接起来 那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勾的这个方向 把这个面对着我们 然后把勾针放到后面 这样 然后从这个第一针的这个针目里面 记号扣的这个位置 从反面把整个整个针目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 然后把线 这个线勾到后面 勾出 勾出之后 然后在这个最后 这个线的这个最后一个针目里面的 这个半个针目 这个位置 也还是同样的方法 把手放到这个面部 勾好了这个面部的后面 然后从穿出半个针目 从下往上穿 把这个线勾出 好把接号扣取下 勾出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就连接好了 稍稍拉 带紧一点点 那这个地方连接的部分 就是跟勾的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个平整的针目 再次会比较美观好看 那我们这个面部这边 多出来这个后面的这个线头 可以把它藏掉 长掉一两针 然后再把它剪掉 剪到修 修的时候留一点点就可以 这样 那么这个面部就已经都勾好了 我们下面来教大家勾耳朵 我们下面来勾这个小耳朵 这个小耳朵 一只鞋要勾两个 一双鞋就要勾四个 这是我已经勾好的一个样品 然后怎么勾 首先是用白色的线来起针中心 然后勾一圈之后 然后换这个主体线来勾 四个小耳朵